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美国联准会 连续第三度维持利率是按兵不动的 而且从点阵图看得出来 联准会在明年降息的次数至少会达到三次 那么也激励美国股市在昨天大涨台股 在今天也来到了一年八个月的新高 不过现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却是非常的低 不过却也有报告说拜登的支持率越低 反而是会变成美股上扬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而说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持续的紧张 但是美国却有74个机构 他们像包括在中国以及在香港的企业 注资的金额达到了2.2兆元 这会不会让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现在出现破口呢 另外在台积电的部分今天填席 那么是秒填席的一个情况 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 那么台股在接下来农历年前 是不是真的可以上万八呢 以及台股来到了这个水位之后呢 接下来到底这个要如何来布局 包括年增还有月增的这个双增股 接下来到底该如何来挑选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邀请到金周刊副总主笔段施杰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廷浩 大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谁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大晚安 好我们先请教廷浩 这一波的升息循环 现在已经可以宣告是告一段落了吗 从昨天联准会主席 报而最新的这个声明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从大非常关注的这个点证图看得出来 明年至少降级的次数会达到三次 没错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调为 这是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本轮升息态势以来 第一次发表很显著 非常明显是属于各派式的谈话 他本身的谈话并不是重点 因为他基本上也提到了通膨到现在为止 还是相对比较严峻 我们必须长时间的去观察它的变化 但重点是从点证图 我们就看得出本轮联准会官员 对于明年利率预期的变化 基本上就是降息三马起跳楼 那事实上市场的预估值 因为降息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好事 如果他明年给你预估这样的七码八码 那市场不跌才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利率的调降 它可以适度引起流动性 毕竟你利率调降了 那你投资人要借钱 他付的利息就变少了 他更有利于资产的炒作 可是如果你一路 把未来的降息入境 这样的七码八码都说好了 那市场就会怀疑 联准会是不是已经意识到 经济形势有严峻恶化的穷劲 所以最好释出那点 我会降一点点 但是我不会降太多的 这种预防性降息的润掉 那市场上 资本市场就非常开心了 所以现在明年会降息 并不是因为明年的经济一定很差 而是有可能会变差 所以我先预防性的降息 没错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在整个2024年 目前的等证利率图 因为它是由12名官员所投票 来预测明年的利率点会变化 从现在的5.25到5.5% 下滑到明年 大概中位数是4.6% 所以基本上就是降息三码到四码起跳 那有没有可能持续的下调 我们要看明年的点证图 那至于2025年 是否会显著的下调 这就不一定 点证图我们不能预估太远 因为市场的 每一次的FOMC 利率决策会议都会改变 我们真正要留意的几个方向 是联准会 这一次除了公布点证图以外 也针对整体经济的形势 发表了自己的预测图 联邦基准利率 它中性下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我们真正观察的是GDP成长率的部分 我们可以观察得很清楚 整个2023年的GDP成长率 今年年增 联准会是提高了很多 来到2.3%到2.4% 但明年突然就降回到2%以下了 市场会怀疑 联准会的意思是 明年经济不会好吗 那干嘛把明年的年增率给调降 我个人认为联准会到目前为止 对于明年展望 仍然是定调为软着陆可能性比较大 那为什么要调低它的经济预测成长 因为今年基期太高了 它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调高 明年当然会因为基期效果 稍微有一点回档 基期高 所以明年当然会比较回来 对 所以2025年 又会重新回到一个上行的轨道 那再来是失业率的部分 联整会预估 本轮大概在明年 稍微超过4%以后 后年就会均值的回调 所以只要失业率没有来到5% 基本上我们就会定调为 就算它是衰退 也非深处衰退 为什么 因为衰退定域其实很多种 通常只要连续两个季度的GDP 呈现负增长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衰退 可是刚才也提到 过去如果跳太高 稍微跌回来 这样子算不算衰退 其实不算 真正的定调区别 就是失业率 有没有大幅的飞增 按照联整会给予的预估图 联整会是不相信 明年会有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发生的 所以如果明年GDP还是在走皮 数字不好看 那代表真实衰退 我认为不是的 所以基本上联整会的态度很明显 明年就是软着陆 原本市场预期是脸着陆 到现在可能是轻度衰退 到现在是软着陆 我相信直到市场上 意识到不着陆的机会 大幅提高之后 你才要担心股市 有没有激起过高的问题 不过我们刚才也提到 联整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它不趁机去歼灭通膨 你说你对于明年经济预期不错 你认为有机会软着陆 现在市场上风险资产草那么高 到穷都创历史新高了 你看到纳指标普费半 都创下今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资产价格炒作这么凶猛 你为什么不稍微抑制一下 反正现在经济没什么大问题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观察到 美国从实质平均每小时的年增率 目前已经连续七个月份 都保持在正值区间 说明什么事情 人总会觉得自己现在做得蛮够的 我现在升息已经升到 我现在的利率水平 是比通膨率还要来得高 甚至我连我的工资的明目增长 都比通膨来得高 所以现在美国的工资 好不容易已经连续七个月 都跑赢通膨了 我要不要再进一步升行 认为不必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达到了部分条件 再来联准会 为什么我把它定调为预防性衰退 因为联准会这一波 符合市场的预期 它有一个针对性的意味 什么针对性的意味 就是我们观察到 明年经济会不会下行 其实还是会 因为消费正在退却 而明年我们看高盛 摩根什坦利 JP摩根 巴克莱 花旗 明年预估经济最为匹配的季度 再拿两个季度 就是明年的二季度到三季度 表现幅度是 你看花旗预估比较悲观 认为是负增长 这样就算衰退了 你像是摩根什坦利 JP摩根 预估大概都是 0.5%左右的增长幅度 所以如果明年二到三季度 是表现最差的季度 现在市场普遍预估 只是什么时候开始降行 在明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故意 在你可能消费衰退之前的 前一个月 我先给你降息 我第一季就先降息 那我就看你到时候 衰不衰退 你不要觉得说 降息印马好像对于 投资人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对于很多 我们看到资产阶级 或者资本家来看的话 你降息印马等同于表态 降息循环可能已经开始 到时候你等同于 释放出那种利率下滑 对于资产炒作的讯号 你利率都愿意下调 你不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来存定存了 不要来投资货币息基金 赶快去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所以如果它故意卡在衰退 之前一个月降息的话 我认为是有蛮显著的 提振作用的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关注的 联总会为什么 现在不趁机的歼灭通膨 除了刚才聊到的 几个原因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联总会的升息效果 它传导企业 过去来看 通常是五个季度左右 也就是联总会 它的紧缩效果 一直到企业的利息 支付有一点困难的时候 差不多要隔一年初 那你可以观察到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降息的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升息的 大概是去年的三月份左右 那你往回推五个季度 就是现在到明年年初 所以明年年初 这些企业的利息压力 突然来了之后 我又给你适度的 进行一些降息 情绪性的释放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重打击 有一个是升息正在进行中 这是现在的进行事 但是降息的预期 会扰乱企业的心智 企业本来都要进行资本准结了 不敢投资了 要降息了 那我好像就没这么恐怖了 所以我常跟投资者分享 这个联总会跟市场的关系 它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 就好像男女朋友一样 联总会就像男孩子 市场就像女孩子 这个过去市场总是要求联总会 不要再升了 不要再升了 但是联总会 说我们会顾及经济 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升息 所以市场上学久了 他也会看一下男生 到底有没有对你真心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喜欢我 但是也没陪我看电影 也没有陪我逛街 市场就不买单了 但现在联总会买市场的单了 联总会开始符合市场的预期了 所以我们反而要观察一下 因为按照过去几次的经验 通常联总会只要是属于 这种预防性降息所采取的年份 股票市场的多头氛围 它一定可以持续 为什么 因为它的降息的目的 不是因为经济不好 它就是让大家喘口气 让几股传花的游戏 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股在市 接下来是持续看好了 没错 所以基本上 我定调明年而言 由于经济的向好 股市的多头延续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对于债券市场的部分 明年有预防性降息的可能性 就代表着明年的债券市场 它是一种初升段 而并不是主升段 因为主升段必须要搭配 一连串的降息态势 你不可能期待明年股市大涨 再是又大涨 它迟早要有一点替代的效果 所以对于明年而言 基本上两项资产 都有向上的区间 但是报酬率 可能会相差比较多 股市会比较多 对对对 好 不过我们说到股市 现在大家有说 有一个指标 非常有趣可以来看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 他现在的这个支持率 有来到一个新低点 但是却有报告是说 他的支持率如果越低的话 反而对美国股市 是看涨是有利的 对啊 拜登最近也是 受到非常多的干扰 你看在昨天 众议院才 这个以221票 对上212票 展开对于拜登的 谈和调查 不过你要知道 因为谈和一定要经过 参议院统议 那参议院目前为止 还是民主党掌握的 所以他基本上 算是一种政治攻防而已 不过我们看到 最近很多的美国 像是CNBC 或者彭博士 所做的研究却显示 拜登支持率 现在是蛮低的 我们按照NSNBC 目前的统计民调 拜登大概31% 若后川普大概36% 那现在的状态 反而很多的投资机构认为 这种状态反而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越低的 总统支持率 可能越不容易出现 这种低于疫情的状况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给你的评分 就给你考50分而已 就你最后 这个考52分 还是没及格 那我可能反而会 增加我的预期 什么意思呢 就市场上现在对于 拜登的经济政策的 有感度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也就代表着 我没有给你过高的期待 所以你未来一年 也不用做什么事情 可能差不多就这样子 反而如果未来一整年 拜登又采取 更高强度的财政政策 让民间有感的话 反而就有利于提升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可能可以观察 拜登在明年的总统大选 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说不出有什么财政政策 有可能实施 我们按照美国 在过去民主党和共和党 执政团队所进行的 回撤报所显示 历史经验通常是 美国总统 如果是属于民主党的时候 美国股市的表现 是比较亮丽的 这个回撤是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过去几次当中 民主党的总统 一共有18次 共和党一共有15次 我们从标普拍指数来看 你看民主党总统 在执政期间 是1.04%左右的报酬 但是共和党是0.29 差了大概有接近5倍的时间 为什么如此 其实在近代会更加的显著 共和党是主张 进行资本上的松绑 或者说有利于减税 等等相关的右派政策 而民主党是偏向 左派政策的财政刺激 那我们都很清楚 从08年以来 基本上整个美国股市的基调 它完全取决于 政府的宽松力度 它就取决于联准会和 这个我们看到行政部门 所以当民主党 它的左派政策 就是进行大量的 这种财政补贴的话 那很明显都对于股市 有显著的拉抬效果 我们始终要了解说 还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它不一定会符合 自然的景气周期 为什么呢 第一是我们刚才聊到的 联准会在停止升息以后 股票市场不见得就向下崩跌 预防性降息也不见得会向下崩跌 只有它是纾困性 紧急性的降息才会 所以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 标普500指数 在利率高点的当下 通常整体涨幅 三个月是9.09%起跳的 是表现幅度来得最高的 你在前三个月 或者说已经开始降息后的三个月 表现都没有这么的亮丽 但现在这种状态来看到 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 为什么呢 刚才聊到了 鲍尔的态度是这样 劳动市场表现不错 明年经济也不差 通膨又在下行 我给你一点甜头 我还给你预防进降息 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市场当然会因此而开心 而且明年又最大的变数 如果拜登突然来个财政刺激 市场不就乐开花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整个美国股市的概况 其实是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 但是也随着越来越健康 上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反而要小心 未来几个季度有热情 乖离过度推高的疑虑 但现在这种状态 目前持续的向上来进行挑战 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刚刚停号到我们看到 美国的这一波升息循环 在昨天美国联准会主席 巴尔的一番谈话 大家觉得 这一次的升息循环已经高中 在明年从目前的点证图来看 降息的次数至少会有三次 而明年美国经济软着陆的 机会非常的大 而且股市也是持续看好 那么在台股的部分 会不会也受到激励呢 我们先请教幸福哥 在今天台股的部分 表现当然也是非常的亮眼 包括台积电秒填息 包括台股在今天 已经站上了一年八个月的新高 对今天台积电是除息 这个三块钱 除三块钱 那其实今天一开盘 就马上做了一个填息的动作 其实过去台积电来说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 我印象当中大概一半以上 他大概会在三到五天 甚至当天他就完成一个填息的动作 因为台积电 他其实就是台股的一个缩影 因为他占有台股的这个比重 其实非常的高 大概有三成 那今天一下子秒填息 其实你如果还原全值的话 大概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585 跟前高是差不多的 585 对 585 然后今年的高点是594 大概还有9到10块钱的空间 但是目前我看到的全 不管是外资或本土法人 他们给的这个目标价 没有一家是低于6字头的 对 那甚至还有人喊到7字头 因为今年台积电 大概赚30到31块 那明年大概平均下来 估大概赚36到37 36到3 也就是说你用30去算 明年36好了 其实台积电目前的版本是 会成长大概两成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全球晶圆代工的龙头 明年居然有机会成长两成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 当然也一方面是因为 今年机器比较低 那又搭配明年的整个复苏 还有AI的一些产品 所以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以这个假设 36块来估好了 其实长期以来 台积电本利比会介于 15到20倍之间 15到20倍之间 所以其实以目前还在 600块以下的价位 我觉得其实还是不算贵 虽然说从低点 大概516520 已经有涨一段了 对大概涨一成 涨了60块钱涨一成 不过我觉得接下来 台积电虽然它不会天天涨 因为毕竟它权中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在600块以下 只要有拉回 观众朋友还是可以留意 那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新台币 因为像刚刚前 盘中耶 甚至超过两周 对对对 像刚刚廷号有讲 就是鲍尔终于松口了 对 预计这一波升息循环已经结束 明年要正式进入一个降息的循环 所以死盈一出 整个不只是新台币 整个新兴市场货币 都出现了强势的上涨 台币今天盘中一度 我那时候看升大概两脚半 后来应该央行最后尾盘有出来主升 所以最后升值是大概两脚 接近两脚不到两脚 那大盘也因为这个激励 是过了这个前高在这里 那当然因为今天过高 它带有量 大概是3500到4000亿的成交量 前面一段时间 大盘在横盘震上整理 大概都是3000亿左右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可能又会开始进入横盘整理期 因为今天你说一下涨100多点 那如果说每天都像100点200点再涨 很快就万八了 甚至明年过年前就看到2万了 也不可能 所以还是会先整理一下 对对对 会整理 因为其实新台币 它不会说一路强升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到过年之前 今年过年大概是这个2月份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觉得指数当然是看多 但是不会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 因为第一波涨上来的时候 是又急又快 这里 这一波又急又快涨了1500 但是你不可能都复制这样的走势 接下来我觉得大盘是温吞 但是个股的挑选就会非常重要 万八还是有机会 有有有机会 但是会慢慢推进 会慢慢推进 那当然选股的部分 大家会比较关心 那我要怎么挑股票 这是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已经大概12月中旬了 大概1到11月的营收 我们都知道了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先找到今年 第四季 这个营收跟获利状况不错的公司 那我这边提供观众朋友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用滚动式的营收来去看 因为我们通常看营收 就是一个月一个月 比如说 但是现在最后一个月还不知道 大家可以先去推估一下 对 就是我们看一个月 它有MOM YOY的正成长 这边挑出来都是这样 那我们所谓的滚动式就是 有时候它一个月 当月突然任列了什么 很特别的营收等等 有可能会单月暴涨或暴跌 那这个其实数字就会 算是比较例外状况 那什么叫滚动式 就是我们用三个月的平均值 或用12个月 近12个月的平均值 其实如果说它出来还是成长的话 代表其实这家公司是走在 成长的轨道上 所以你可以发现像今年 应该说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那个重电股会大涨 你看像华晨最近涨一波 它开出来的营收 哇 这个11月YY居然成长一倍 然后你用三个月平均去看说 11月会不会是公司中了乐透 还是什么 突然营收爆证 而且它选前又有政策的加持 对 没错 但是你用三个月平均去看 哇 它也是成长100% 然后近一年12个月成长55% 那当然华晨跟雅力可以一起看 这个都是重电族群 你看都是成长率都不错 还有另外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强 神盾集团 还有这个传产类的像这个车用的 梗鼎 青钢 星象这是游戏股 还有林洋创新 都是符合这种所谓滚动式 三个月跟十二个月的移动平均 他们的所谓的营收都是成长的 要搭配外资的买卖潮去观察 我觉得也可以搭配一下法人的筹码 如果说有法人筹码来加持的话 对它的股价动起来的几率会更高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K线好了 这个观众朋友一定会说 怎么好像角度很陡 我记得我们上次来有讲过一档黄昌 那时候18、9块 其实是从10块涨到18、9块 所以那时候如果大家看图形 你会觉得它角度也很陡 可是没有像从18、9块涨到38块 所以其实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会比较看重它的价格 就是你会看到说 好像已经涨不少了 已经涨很多了 还可不可以上次 但是法人或一些真的 他们会去算公司的真实价值的人 其实主要是什么 不是看价格是看价值 真的会去算公司的未来成长 其实是看价值不是看价格 这一点要跟大家报告 这家公司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它的代码是什么 8930 这家公司大家比较陌生 做什么其实很简单 你看它名字 它有个谐音 它其实就是做青钢架跟隔音板 这个东西完全你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太高科技 可是为什么它突然最近股价涨这么多 其实很简单 它也是公共工程的概念股 所以很多公共工程概念股 也是涨很多重电什么 它做什么 其实它做的东西很广泛 像捷运站上面 如果大家有去中校新增站 抬头一看 上面棚顶就是它做的 隔音板 轻钢架 虽然开场好像是钢铁股 但其实它也是有搭赏 这个选前政策的题材 对 而且它明年还有一个大案子 开始要做 就是我们桃园第三航下 现在已经盖得差不多 准备要开始进场去做天花板 什么 这个就它的受惠 另外也是星象 游戏 对 游戏 就是大家过年也喜欢玩 明星三缺一 就是它做的 你可以发现其实 它的走势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其实它的营收 过去半年六个月里面 有四次是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你可以发现 盘之前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没什么跌 它就一直整理整理整理 11月 当大盘转好之后 它震仗整理一下 突然最近又开始暴冲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半年之内 四次营收创新高 那接下来又快过年了 你的营收一定会不错 所以像这样的个股 你可以去评估它的价值 目前的股价是不是满足点到了 好 刚刚幸福哥 但我们看到是在台股的部分 另外再来关注 现在美国政府 还是不断的在打压 中国的科技业 我们来看到 现在却传出了这么一份报告 说公共退休基金 那么美国现在呢 其实包括这个公共退休基金 在内总共七十四个机构 陈彦珍很难想象 他们像中国跟香港的企业 竟然投资的这个金额 超过了两兆台币 而且有些资金 跟敏感的技术有关 这会不会变成说 我美国现在要制裁大陆 那这变成是一个 很严重的破口 拜登如果会讲台语的话 他应该会 齐尿齐加布帝 对不对 他明明很认真跟商务部 他们一直在扩大 这个实体清单里面的 这些公司 一一的把它列出来 而且之前我像 我记得从川普开始 一直到拜登接棒 不是都已经严格去限制 相关美国的资金 去投资一些敏感的企业吗 结果没想到这份报告 蔚来联盟的报告 里面74个 对 74个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我有看它的细节 因为74个 一般来我可能觉得是一些 小的一些基金什么 不是 有退休金 还有孝产的那种 特别的基金 然后还有基金会的钱 那怎么会这样 然后投资了700亿 这些 400亿美元 2兆多台币 然后更重要的是投资 你说阿里巴巴 腾讯 然后Tito 字节跳动 反正就是我反对 我觉得敏感的 他都去投资 然后路透这里 特别谈到一个事情 因为你说这几个 他可能觉得说 反正这些大公司 我们那时候筛选的方式 我们以前就开始投了 诸如谁他们有解释 可是路透讲的这个 我觉得就更诡异了 为什么 因为中芯是 实体金单里面的一员 对不对 所以你要出口 什么硬体设备给中芯 是不行的 但是有一家叫燦芯 这个燦芯 中芯是燦芯的第二大股东 中芯是燦芯的第二大股东 OK 然后中芯有出货给燦芯 中芯没有被制裁 中芯被制裁 可是燦芯没有 可是这两个就有关系 对 它是它的股东 你如果一般来讲 我们叫什么 你在写财报的时候 你要关西人交易 这些都要注记 对不对 好 更有趣的事情是 中芯买不到美国的软体 燦芯可以 那燦芯买到 意思就是中芯给 给它用就好了 对 而且它还有两个资金 在支持它 其中就我所知 是富国银行的资金 还有一个是一个基督教大学 那个可能我们就 它的身份就可能比较小 但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燦芯的晶片设计是出售给谁 上海私南卫星导航公司 这个公司是干嘛 海军跟 它在为海军战略支援 卫星导航系统 那有没有跟军方有关 可是当时的实体经济单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不能提供军事用途 之前联盟队也是跟 这个回答说 你要给中国的晶片 只能用在商用 结果这个 燦芯不是就是军用吗 军用 对 所以你看路透 有没有点出来 所以中国的科技股 靠美国的资金养大的 所以我不理解 你拜登到底在干嘛 你要制裁他 可是实际上 你底下的人都私底下 我觉得应该算光明正大 因为路透都查得到 对不对 好 而且更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制裁的结果应该 这个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 其实范围还是很广 不可晶片 包括记忆体也是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这个藏心存储 在旧金山 IEEE国际电子元件年会 发表了一篇论文 好 发表这个论文是什么 GAA架构 我们别忘了 这个GAA架构 是三星已经先用了 台积电说 它等进入2奈米的时候 它才会来采用 对吧 好 现在藏心存储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文 的一个报告 告诉大家来发表这个技术 代表什么意思 我写的这篇论文 我告诉你这个技术 我可以掌握 我可以 所以藏心存储 他们也有这个GAA的技术 再包括它最新的 这个记忆体的一个 进展的一个发展 我们发现只落后 这个韩国两年 那结果变成你 你美国怎么去压制 结果它发展得越好 所以你看 现在雷蒙多说 雷蒙多说 因为华为晶片的进展 突破 他们也吓一跳 7奈米 对不对 对 这7奈米是中芯 当然他说 这个 要想办法采取更强烈的行动 尽可能强烈的行动 如果他在看我们今天这一集 他想一想 发现 要更强烈 不只华为 还包括这个燦芯 包括藏心存储 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 我们还是可以去看 就是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 其实很多是骗钱的 因为你看很多都倒了 注销 吊销 然后31家的晶片企业消失 所以有好也有坏 但是整体来看 企业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 现阶段的状况 是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以惠玉 他对接下来中国经济的态度来讲 他认为明年的成长还是放缓 从5.3降到4.6 是持中性的态度 但是可能不会保5 会放缓到4.6 这当中其实重点还是在房地产 虽然说目前 他们对于房地产放缓 各方面的限制 希望能够放缓 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到房企的风险 这其中一个最指标性的是 碧桂圆 杨慧妍他们最近有一个 很重要的宣布 就是能不支出 盡量不支出 然后主管没有配车了 你要用车 你自己开你自己的车 你要出差 盡量不要报支出 更重要的是减薪 而且齐头式的减 减成多少 一个月1万块人民币 就一年12万 如果不是因为他减薪 我才不知道他的薪水那么高 因为他本来是千万 这么一减 他减了96% 但是原来你领那么多钱 把公司搞成这样你好意思 现阶段不只这样 包括原本大家不是说限制房价吗 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说 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 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又发现 很多人要去坐网约车 结果坐网约车他发现说 我要去跑 就是我们所谓的Uber 对不对 我赚不到钱 我还要背贷款 然后现在连网友都说 日子过得很苦 我要存钱 我只能做一些假装存钱法 假装我怀孕了 我要养小孩 我要买孕妇妆 我要买婴儿食品 我要把钱存起来 去买那些东西 最后我也没有小孩 我也没有怀孕 我就存到钱了 都是假装 所以你会发现 经济状况 其实还是相对辛苦 虽然说今天的发展 好像有一些突破 但是整体的经济氛围 其实还是有一些下行的状态 好 刚刚呈現段 我们看到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情况 目前来看还是非常的显著 不过我们说到 整个趋势面要来看到 大家都说这个ESG 是现在所有企业 都希望可以再发展的 在这一期的这个金周刊 就有特别报导 我们要请教副总主币 提到二次革命来了 在这个 在这一次金周刊 有特别提到这个直集 杜拜在这一次的 这个气候峰会 跟过去是不是 比较不一样 因为在这一次可以看到 很多的金融巨头齐聚 对 这次我们同事 也到这个杜拜直集COP28 那其实呢 就闻到这个浓浓的前卫了 前卫了 因为这个银行家 投资大咖 其实都来了 那他们来做什么 就是一件事 让永续投资更有利可图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2015年 这个有巴黎协定 当时就说2023年 我们要盘点 这个全球首度的 这个气候的这个报告 那结果盘点 今年盘点的结果是怎么样 各国因应气候变迁的进度 严重的落后 对 所以其实成效病不是很好 成效不佳 对 所以大家就要一起想办法 那我们知道其实早年 是这个联合国要求这些金融机构 你必须要有这个责任投资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一家公司 他ESG做得不好 那我们就不要投资他 把他列入黑名单 这是一种避险的思维 但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对一些就是真的有心想要 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新投资 其实他是募不到钱的 因为金融机构会觉得说 这个风险我没有办法衡量 你多久可以回收 对不对 到底这个天气 什么时候会能够有一些好的那个 没有办法回收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成效不张的原因 那其实像这次这个贝莱德总裁就说 其实如果有一个投资的机会 那我们让世界银行 来承担这个最上层的风险 那把中间的这个部分 我们用这个证券化的架构 来让民间来投资 那是不是大家就会有意愿去投资了 而且风险就被吸收掉了 那其实像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也说 其实只要有一点这个金融创新 对不对 那我们预估其实可以 大概有五兆美元的这个金额 可以来投入到这个活动里面 那其实重点是什么 就是钱不是万能 但是有钱万万不能 所以你要怎么样 让这个气候变迁是一门 好生意 对不对 就是大家现在很受到瞩目 所以就是机构投资人 他们越来越重视的是这个低碳的概念 那么也希望可以从中 去获取一些利益吗 对 那其实对我们一般投资人来说 这有什么影响呢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ESG已经红了很多年 对 但是其实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知道他想做什么 但是我又不是很明确的知道 他能够做到什么地步 对不对 但是以后这个数据 会越来越清楚 因为比如说像这个IFAS 这个国际的这个财务准则 我们知道2026年 就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 对 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明年五月期 这个劳动基金 他要投资的这个标的 这些公司 他必须是已经编制了 这个永续报告书 否则他也不能够投资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以前比如说 一家公司他有没有减碳 他是要写在这个 永续报告书上面 对不对 那他影响的是利害关系人 其实跟我们影响并不大 但是以后他一家公司 减碳减了多少 他是要换算到这个财务 报告上面去的 就是你可以对你减碳减多少 对你的获利 对你的营收影响有多少 他从财报上面看得出来 对 那放到财报上 那当然就跟我们一般投资人 很有关系了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很多大厂 他都开始 比如说像苹果 他就要求要禁令 他都已经宣誓了 他势必也会要求 我们这些供应链 就是说你一定要努力的减碳 不然的话可能以后 我们台湾又是靠外销出口 以后可能就做不到 他们的生意了 所以说这些大厂如果不赶快 开始动起来的话 那可能就会很容易被淘汰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ESG 永续发展 我们要特别来看到 也是在这一次金周刊 有提到的这一家企业 他其实过去 这个是新贵的一个股王 那么现在呢 他整个靠着这个 绿肥的一个商机 到底呢 这家公司叫做震翰 他是怎么样做到说 他成立十年以来 每一年都还可以继续赚钱 而且他的毛利率竟然可以达到八成 这很惊人 对 这个震翰生计 他其实呢 他做的这个产品是 植物生长调节剂跟肥料 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 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这个老板就说 比如说小麦呢 他叶子在从这个绿色 绿色的时候不能采收 那变成黄色的时候 他就可以采收了 但是呢你在绿色 叶子绿色的时候 多维持一天 你全部的产量呢 就可以多增加一趴 所以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小麦的叶子 一直维持在绿色 这就是一个功夫 对不对 那再来呢 像这个牛很爱吃这个 紫花木树草 那其实这个草里面的这个 蛋白质含量越高 那牛这个分泌的乳汁 就会越多 那所以怎么样去提高 他的蛋白质含量 其实这些就是 他在做的事情 那其实我自己有去采访 我觉得也蛮有趣 因为他是在南投 其实有点远 但是你进去 就是他当然 这个花草扶苏非常漂亮 那里面都是这个 大家穿着白袍 在那边做实验 看显微镜 就很有趣 其实老板也有说 你在南投这个地方 你要找到 他们超过八成是硕博士 真的是不容易 你吸引人才 就是一个那个 那再来的话 当然他就是靠药症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人体 有这个临床实验 你有新药的药症 那这个植物的农药跟肥料 他其实也是有药症的 那也就是说 你拿到这个药症 你的技术在手上 你就不需要 跟人家消假竞争 那所以就是呢 他这个高毛利的这个方法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像这个欧盟要求 2030年的时候 这个农药要减量50% 肥料要减量20% 那你知道 如果这个农药跟肥料 都减量 那你这个植物出来的 值跟量 是不是都会受到影响 是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 这个科学的方法去解决 那其实就跟人吃药一样 你不能吃多少 效果多少 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就现在大家不都讲减碳吗 对 那其实减碳 我们知道如果你零排碳 你甚至是富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个拿去卖钱嘛 那植物有一个很大的功用 是什么吸收二氧化碳 对 所以这个农业生计呢 以后也会是在这个 气候变迁里面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好 刚副总组比 但我们看到呢 以后这个农业在气候变迁 它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但其实除了如此 我们说到减碳 它是一个趋势 其实对牛弹琴 其实也可以做到减碳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